日本针对外国人的扩大免税心智 再过一个星期 10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了 包括国人最爱的日本药妆 临时通通都可以纳入免税 消费满5000日币就可以退税 不过该怎么退税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哪些店可以退 哪些店不能退 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资深记者 要帮您来问清楚 到底整理一下退税的绝招 10月1号起 日本将扩大外国人的免税优惠 不是鞋包3C家店 维持原本1万日币的门槛 另外再加上食品饮料 药妆跟土产烟酒 今后也都能免税 而且只要一个人在同一天 同一家店里 消费满5000日币 大约1400块台币 就能够退税 原来不是所有店家都能免税 有免税的商店 会贴出这种樱花免税标志 只要认这个图案 结账时提示护照 就能够直接从消费金额里 扣掉8%的税金 不需要到机场办理 日本的机场也不提供退税服务 办退税时 店家会给你一张退税单 夹进护照里 退税单千万不能丢 出海关时会检查 另外还要在同一书上签名 保证30天内 将免税商品带离日本 如果不想再过海关时 被要求补税 千万不要在日本 就把东西吃喝掉 或拆封使用 为了避免问题发生 日本的商家会用这种 特殊的塑胶袋 替你将免税商品包装好 在过海关时 方便海关人员检查 目前已经有许多百元商店 药装店跟百货公司 要加入外国人的免税新制 但提醒您在下手前 最好先跟店家确认清楚 免得买了一堆 才发现不能退税 记者谢明志报道